我們的心就是阿彌陀佛的心 本來我們的模擬寶珠 我們的自信功德本來就在沒有一天離開我們 所以義佛煉佛請各位注意喔 這個義佛這個義是這麼寫 義 各位仔細喔 是心 可是是第六意識的心 可是是第六意識的心喔 所以義佛念佛的義是旺心喔 義佛念佛的念佛的念不一樣喔 念是當下這一顆心這個是真心喔 當下的這一顆心喔 這個為什麼當時不然念佛原東章 念佛就好了 念佛三面就好 還要義佛念佛 各位 阿彌陀經 義心不亂 義不顛倒 這有含義的喔 神叫義不顛倒 第六意識出現的時候 只要你不執著 夠了 可以了 可以往生了 各位它的標準是這麼低 各位聽得懂不懂意思 你不需要參禪 不需要那個參到什麼程度 不需要 你只要把把第六意識控制住 就叫扶住環繞 扶住環繞叫義不顛倒 各位聽得懂不懂這意思 各位就可以了 那各位 義佛念佛 第六意識的佛 義佛 雖然是用第六意識來義佛 來義這個佛 就是當然自心佛嘛 自己本身的佛嘛 各位你只要在那一刹那 在那一刹那 義心不亂 信念不亂 義不顛倒 那一刹那一念相應 念念佛 念念相應 念念佛 各位聽得懂 所以為什麼阿彌陀經呢 是方便中的方便 原頓中的原頓 就是這個道理